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ophia 然后我今天想要跟茶先生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 茶先生给MOE Kindergarten 给我们家老大小瓜子报名的时候 我们前两天收到邮件 讲说我们拿到这个Auto了 其实非常开心 你开心吗 很开心 我其实是准备了几个问题 想和茶先生一起来讨论 因为我还没有给他看 然后我突然又忘记这个问题了 然后因为内脏子丢在日本餐厅 然后我就凭我的记忆 来简单的跟茶先生聊一下 因为茶先生的背景 其实是在很小的时候 大概18岁对吗 18岁的时候就已经出国 出国来到新加坡来读书 那我来新加坡是六年之前 因为工作的原因 那其实我觉得 对于新加坡的教育 茶先生最有花言权 那我就快写今天的提问 好的 OK 因为你觉得小瓜子拿到了 MOE Kindergarten Auto 对我们家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 我首先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当初想要帮小瓜子 申请MOE Kindergarten 其中有主要有两个考量 第一个考量就是说 我个人是非常认同 新加坡教育部的这种政策 就是说 他一以贯之的一种政策 Every school is a good school 然后他不希望去过多的去提倡排名 而且他想把让学习这些事情回到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学习就是准确的学习 不要写太多的分数啊 或者高低之类的 所以说 我相信如果大家尤其是做控制的新加坡 一定会了解 新加坡的小学的教育 所以感觉我一切是初中考生 那么在这个整大的大背景之下呢 政府又觉得抓小学初中或者高中的教育的感觉 还不够撤 可能还要是 继续渗透到学前的教育 所以说 政府教育部就开始决定 去借那个所谓的MOE空着发的 这个大概是从 我们查的一些资料 大概是2014年开始提出这个讲法 然后开始慢慢地是落实 就是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其实本身也没有太久的时间 大概也是六七年的时间 那么我之所以说 愿意去做这个选择 去帮小小小小去报这个名字 大家不能进去 主要的一个考量就是 首先我们认读他这个名字 而且如果大家感兴趣 是MOE的website 你可以看到MOE听到他的那些介绍 他是怎么样的办法 你看得出来 他其实主要还是 你培养孩子的所谓的就是 怎么讲 curiosity 就是他的他的好奇心 就是不单是培养孩子的好奇心 然后通过孩子的一些动手的能力的培养 然后帮他逐渐的建立一些基本的常识 还有对这个世界对这个自然的感觉 他没有太过多余强调说 一定要记住多少不单词 听写默写一定要考一百分 或者说一定要被多少寄手诗 这类之类的 这跟我传统意义上的一些教育的一些 所谓的kpi来说有点不难 但是很对我的胃口 我个人觉得小孩子的教育 尤其会学前更需要做 这就是我选择决定 让小瓜子去给小瓜子报名 MOE kindergarten 心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说小学的考量 就是MOE大概在2018年 其实这么一个concept 就是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说小朋友如果是在MOE kindergarten 那MOE kindergarten 尽量都会安排在某一个 MOE的直属的小学院内 那这样的话 他就会有点类似于 所谓的小学的幕式的幼儿园 或者或者学生班 那么当这个孩子 在这个在这个kpi来的 但是他一般就是k1 pindergadden1 pindergadden2 对吧 pindergadden2 结束之后说 应该生理小学片也有些 你这个还是会有一个 所谓的priority 优先权去进入这个 这一点对于对于家长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怎么讲的一个一个系统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孩子已经很习惯在那个学校了 但熟悉的环境 他熟悉那边的一草一蜜 因为他会有一个灌性 他不会演一种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有一种不断的去改变 改变环境 改变老师 改变culture 就是学校文化的这种感觉 就是说这是一个一里贯情 这种连续性这两个文是觉得非常赞 而且很认理 还有点就是在新加坡报小学 他其实就是按照所谓的学区来分 那基本上就是说 他是一公里和两公里 分别作为两个界限 按照每个小学以他为原型 穿了一公里的圈 然后如果住在这一公里之内的孩子 上这个小学的机率就会大一点 他其实就是两公里这个圈 然后在两公里之外呢 基本上就几率就非常非常的低 第二个避免的那种 就是说大家的一门心思就是 去奔着所谓的名校去 然后不管自己住在哪里 然后你就是有三十公里都要往那边走 所以说这种这种就是尽量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但是呢他同时也也也无法完全避免就是所谓的那些 所谓的那些所谓的名校的那些活跃的程度 所以就会造成了很多很多学生还有家长 尤其是家长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进一所他们心目的比较好的学校 然后为此想尽办法消遣脑袋 为了把自己的孩子吸进去 所以他是新加坡的政策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家目前的这个地址有一点点小尴尬 我们一公里之内没有任何学校 一公里之内没有任何小学 所以说就对于我们家的孩子来说 就等于说我们无论是去竞争任何一所学校 任何一所小学 他我们都相当于是在第二阶级别人 就是我们我们肯定不在一公里之内 我们最好最好的情况就是在两公里之内 一公里两公里之外两公里之内 我们有一些学校 那么在这些学校中呢 正好 真的是 我觉得是我们走运 真的是走运 在这些学校中间有这么一所小学 呃 在丹兵营 然后这所小学 他决定建台萌E kindergarten 然后他是从明年开始 2022年开始 正式招收第一批的学生 第一批的学生 就是说小孩子到明年是五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读K1 正好又顾问我们家小瓜子的年龄 所以我们家小瓜子明年一月份就五周岁了 所以说他明年他今年在读Nursery 明年就是K1 所以就对我们来说 就好几件事情 全部 呃 你可以说是小孩子 也可以说是运气 就凑下了一起 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太太商量 我们说 哎 我们可以试一试 我们试一试看能不能成功 因为我个人觉得把握不是特别的大 为什么呢 因为M1的Kindergarten 他还有两个其他的一些所谓的办学的方针 就是说他们在选取孩子的时候 首先他们比较倾向于选家住的一公里之内 其次是他们会专门预留一些名额 给那些家庭经济比较困难 或者说不是那么富裕小康的家庭 就是能够照顾到 就是尽量让这个教育能够打算公平 和公寓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 身份的新加坡的海中 和新加坡的公寓 和人家之间 都应该有着相对比较公平的 说教育的权利 所以说 他会专门有一个分子给一些 低收入家人 我们当时就想我们 我们 住在一公里之外 然后再加上我们两口都会有工作 所以说 小瓜子 这两个都 不能够完完全全被困难 所以我们 其实 心里不是特别有 也能拿到 但是我们还是期待去报名 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一旦能够 进入这个城市 首先 教育理念很足够 尤其这个孩子 学前和小学教育理念 第二点就是说 他就能够让小瓜子 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能够进入这个小学 就是说他直接就是 不会是因为我们住在一公里之外 然后 缺少一些精神力 从这两点角度考虑以后 我们就决定去尝试一下 然后真的是上个礼拜看到这个消息 我跟我太太都觉得 非常走运 对哦 比我们俩 比我们俩自己好像 考上一个好大学 还觉得很开心 另外还有一个第三层次的一个点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俩这么开心 就是说 还有一点就是说 在新加坡还有这么一个 政策 就是教育会中一个 那其实为了方便 孩子能够就进入书 大家能够 能够 然后比较方便的送孩子 他有这么提到 就是说到 如果家里有孩子 已经在这个学校 学书的话 那么他的兄弟姐妹 将来在入学的时候 就等着说 可以直接进入这个学校 也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同一座小学 那对于我们俩子来说 那其实孩子们都在一个学校上学 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不管是从各种方面 人力物力精力的角度来说 还时间上的考量 这都是必须的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另外一个潜在的地方 对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 我觉得还是第一点 我们是非常认同 新加坡现在的这个教育 是什么时候开始改革的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是一直都在进去 应该至少有十几年 我看到查的资料是说 它其实是从2020年开始 它的这个分流制 才慢慢地就是进行改革 只是现在目前为止是 就是某些个别学校在实施 然后再慢慢地去扩大 哦 这就是我们两口子的一些考量 但是考量对考量 我们觉得还是一期很高 所以说收到MOE的这个 我们两个其实是很感性的 我觉得还是主要 你有伤心在这件事情上 哎呦我们也是想感谢我们的一个朋友 他说我们提到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后来都去查了一下 哎真好感想这所登录 一个小学院 决定明年开始 开始MOE的大 然后就说 怎么想 天使地利人说 嗯 对 我们其实是很感激的这个机会 这是为什么我太太说 嘿 要不要做一期 关于这个方面的分享 对于您来说 不许有些帮助 那么最好是能有一些帮助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当然请我们两口子瞎叨叨一下